大家好,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長春藤預防醫學的中校診所的路上 那因為我之前在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有摔車 然後那時候我的左腳的後十字韌帶就有拉傷斷掉這樣子 所以我在爬山的過程中 在下山的路上 騎鈣就會比較舒服 或者是我在長時間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的左腳的旗感會比較不舒服 那這次剛好我們受到了長春藤預防醫學的邀請來體驗他這個療程 那療程有分三個階段 那第一階段呢我們先來這邊做知識 然後看診 然後讓醫生補護我的腳去撞 好,那我們就一起開箱這個療程給大家看吧 走 我們先去一些衣服啊 我們來坐吧 我們來看聽見他 我們來看網友看邊櫻子 我們來看外面看 我們去看妻子 我們來看妻子 就看妻子 這個位子 然後看妻子 一幕後面看妻子 那現在阿丹已經穿了100CC的型 那我們現在要進去健身醫師了 你總不可能說這麼年輕 痛不失職同樣 不可能吧沒有沒有 對 所以說我們公司的那個技術就是說 幫客人抽取他的身體體力的生長因子 那坊間的那個叫PRP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你剛剛有抽血 抽了大概一百CC左右 那我們去濃縮再濃縮 然後再去活化 經過三個小時的活化之後 把裡面幫助你受傷的那些 那個育核生長因子去把它提煉出來之後 那經過一連串的製成 那我們就是在長時間 將會幫你治療你成立受傷的地方 因為還蠻多客人是那種職業運動選手 有籃球的啦 有三鐵的啦 撞球的啦 甚至游泳的人 再去期許取消之前 期許多經驗的 非常重要 那剛才看完陳寅醫師問診之後呢 他有建議我做iCare PRP Plus的優勢股邀程 那請問健保安師 那這個iCare PRP Plus呢 跟我們一般常聽到的PRP有什麼不一樣嗎 一般的PRP呢 他是直接抽血 然後就當天就可以注射 有一個缺點就是 如果說你要注射五次 你就必須抽五次的血 不過iCare PRP Plus的優勢股呢 只需要抽血一次 那我們就可以多次注射 因為我們是用自身靈心出來的 高濃度的生長因子去做毀注 促進你的關節再生姿型修復 和一般直接抽血毀注不太一樣 而且呢也沒有排斥性的問題 那效果呢跟一般的比起來 它的效率就更高 然後改善我們關節的不舒服 還有縮短你的修復時間 那這樣的意思是說 我只需要抽一次的血就好嘛對不對 對 沒錯 這樣就可以減少那個哀針 因為有人看到症孔就會很害怕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 像是我們這種長汽車啊 騎腳踏車啊 爬山啊 像我們這些人做這個可以保養之外 還有哪些人可以適合做這個 其實像是有一些救傷啊 或者是有運動傷害 然後包含像是關節退化 五時間網球腫 都很適合來診所 給醫生做評估 那其實像跟阿丹一樣 喜歡騎車 然後或者是一些 山鐵運動爬山的朋友 其實最好是在疼痛出現之前 就先幫自己的膝蓋做保養 提早呢 會未來做準備 避免真的等到出現問題的時候 再要解決就已經太晚了 可能就只能選擇 開刀來做處理囉 那因為我聽我朋友 有一些長輩們啊 他們都說他們會換關節 那就是可以提早保養 就不用那麼辛苦了對不對 嗯沒錯 請問一下這個療程呢 是怎麼進行 那他多久會有效果 那一般來說的話 就是不管他是有受傷 或者是說他只是單純想要做保養 那我們第一次進來的客人呢 都會像阿丹一樣 我們會先幫他做身體的一個檢測 然後醫生的諮詢評估還有抽選 那這就是第一次來到診所 我們會進行的一個流程 抽完血之後呢 兩週後 我們就會製作成 穩定性高的一個動筋的方式 來去做保存 然後我們就會預約時間 再回到診所來進行注射 那當然我們也會提供營養品 營養餐 然後協助他整體的一個健康的 恢復跟改善 那一般來講 回注的次數呢 大概平均就是要三次以上 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療程 不過 因為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同 需要有醫生的一個評估諮詢 才能夠確定療程的一個次數喔 那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來這邊一開始先 知道說自己身體的狀況 自己身體是怎麼樣組成的 然後缺少什麼 需要增強什麼改進什麼 聽一下醫生的評估 然後醫生的建議 然後醫生的建議 接下來就期待兩週後的注射 看看怎麼樣 阿彈已經打完了 然後阿彈現在還正在休息 然後我在他們的餐廳這邊用餐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剛剛打完了之後 腳一脹脹的 沒有辦法伸直 然後要慢慢的 動動動動動動動 會越來越好一點 這樣子 就是他們說打完會 脹脹的感覺是正常的 然後 要讓腳多動 才不會累積在那邊 然後 這是打完真後的第二天 然後我自己在家裡外面踩U-Bike 現在腳覺得還是沒有太多的力氣 然後 左膝蓋呢 打針的地方會有一點點痛 我覺得多少有一點心理的障礙在 會不太敢用力去做踩踏板這件事情 然後 站著的時候呢 會 一個姿勢沒有辦法維持得太久 今天是注射完後的第四天 然後今天已經算是可以騎腳踏車了 現在在冒空 感覺就是 沒有辦法出太多的力氣 不過現在這樣踩已經腳不會痛 現在再去武嶺的路上 然後高度2200 那目前腳的感覺還不錯 還可以繼續撐下去 加油 好那今天是阿丹斯打完 快兩個月的時間了 那你覺得這幾次的騎車起來 跟之前有什麼感覺不一樣嗎 上次在診所的時候 醫生跟我說至少要打兩到三次 才會特別有感覺 那我目前是只有打一次 那每個人狀況跟感覺 可能不太一樣 自己對我膝蓋的感覺 是還蠻有感的 像是 自己是在騎起來的話呢 就是 比較不會有疼痛的情況出現這樣 那我覺得未來在運動這方面呢 也比較不會去擔心說 膝蓋啊 會有這種受傷啊 或者是長時間運動下來 疼痛的這種問題 那這幾次我們到診所啊 感覺都還蠻不錯的 那你有比較喜歡診所的哪邊嗎 那我覺得整個療程安排呢 是還蠻貼心的 一開始他會有身體的檢測 發現我腿的肌力不足 然後還有物理治療師呢 發現我腿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他除了幫我們打 iCare PR P Plus的優勢股之外呢 他還有幫我們搭配 Huber的智能運動 我覺得這對於我們訓練 肌力的效果還蠻不錯的 然後陳醫生他也根據我膝蓋的狀況呢 幫我打破尿酸 來增加我那個膝蓋的潤滑度 好像真的有感受到 診所跟醫生的專業跟用心 然後像是其他的健管師啊 護理師 營養師啊 也都很專業 也感覺到他們整個團隊都在幫我們的感覺 然後另外我也蠻喜歡長春藤的環境 他有一種歐式的古典風 然後看診的隱私度也蠻高的 那這一次去診所啊 我了解到我的肌力 然後跟膝蓋的狀況 我覺得可以說是對我來說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像是我們都喜歡戶外活動啊 戶外騎腳踏車 戶外旅行 那腳呢 膝蓋是非常重要 非常長時間遇到膝蓋 那也希望呢 我們的腳可以這樣子一直的動下去 那我覺得真的是要趁早保養 才可以走得久一點 走得長一點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開箱療程的分享啦 那看完影片也想要了解 iCare PRP Plus 優勢股的療程的話 也可以點選下方的資訊欄 或者是私訊長春藤預防疫學的粉絲喔 掰掰